邱智瑋有緣 謝謝主席 有請國安局蔡局長 警政署署長 移民署署長 請警政署王署長 移民署署長 局長早 剛剛聽您的說明就是三月四號下午四點接到情報 接到情報之後 相關單位對國土安全 或者是國境的檢查出入 有沒有相對應的作為 有啊 我們就加強機場的安檢 尤其是對到北京 因為它這個情報指的是 要進行對北京首都機場 還有鐵路 所以我們就 對這條線特別注意 同時我們也把 這個信息告訴中國大陸 機場應該是航空器 因為航空器 將入機場所造成的 這個所謂的相關恐怖的事件 那 你有通知相關的 部門做相關 對應的措施跟作為嗎 那請教一下那個 陸出移民署的署長 國境檢查部分有沒有 立刻採取相對應的作為 是 報告委員我想最主要 我們就做人流嘛 就是等於這個證照部分 就是加強證照的查驗 我們的部分 你什麼時候接到訊息 其實這個案子 據我所了解 我們是比較後面才知道的 那馬上事件已經發生了嗎 對 我們是發生 那馬上事件發生之後 才接到這個訊息 才做這個國境的出入境查驗的作為 會不會太慢了 所以3月4號接到 只是停留在幕僚作業嘛 相關的對應的作為 沒有下到實行機關嘛 對不對 但是馬上事件發生之後 馬上事件發生之後 你才接到這個相關的行資嘛 你才提升這個所謂的 出入境檢查的標準跟作為嘛 對不對 好 那個警政署 黃組長 這個機場安檢是 韓警局負責了嗎 出境 韓警局跟海關 那X光檢查啦 或者這個行李啦 隨身攜帶行李的檢查 是韓警局的責任嗎 這個韓警局啊 他在做這個所謂行李啊 或者人身安全檢查 很多的民眾啊 都會覺得 出入台灣的機場 不管是桃園 松山 還是小港 非常輕鬆 非常自在 非常愉快 好像這個從來不會要求 你要這個把皮帶拿掉啦 或者把那個 把那個平板 或者電腦拿出來 或者相關的這個鞋子要脫掉 基本上從這個 我國的機場要出境啊 非常輕鬆愉快 這個有一個日本 學生啊 一個投書啊 日本學生投書啊 他說他甚至有覺得 安檢根本不存在的感覺啊 通關非常有效率 人人都很親切 那些工作同仁都嘻嘻哈哈 在那邊聊天 所以使我們通關的人感到很輕鬆啊 而且他也強調台灣的安檢 買的機器 是不是都比其他國家好很多 不是 事實上 這是一個外國學生的體驗 跟本席的感受是一樣的 本席好幾次出國啊 好像這個 很多人都看來是光 他連看了也沒看 他在你的行李 航空公司收件 Check-in以後 從後面輸送帶 就要通過我們的X光 隨身攜帶的行李嘛 隨身攜帶的行李 隨身攜帶的行李 是 你從出境的通道過去之後 你的手提箱 同樣的狀況在香港 在中國 在東南亞 你在這個 過X光檢查的時候 你都被要求很嚴格嘛 你甚至還要收聲嘛 不是 收聲我們也有啊 你通過這個機器 我觀察好幾次喔 幾乎 這比例很少 但是脫鞋子 在美國 也不是每次都脫鞋子 他在哪一個階段性的時候 你出去了旅客 都要脫鞋子 登機 總體的感覺是 台灣的安檢好像比較輕鬆 好像比較 做得不確實 所以就在變成安全上的漏洞 所以北京提醒 航警人員在做安全檢查事業 要到位要確實 因為魔鬼危機 我們有要求 危機 就在細節當中 我們有要求 另外剛才委員 問到那個馬航 問到那個 你什麼時候 接到這個通知的 不是 情報的事啊 有一點要讓委員知道 就是當時 華航接到的情報 並不是說要利用航空器 去攻擊北京機場 剛剛跟局長講的 又不太一樣啊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說要尋昆明車站的攻擊模式 對北京機場跟地鐵發動攻擊 料敵要從寬啊 預敵要從嚴啊 有這個訊息 國安單位掌握了之後 你們這個執行單位 就要確實去執行嘛 包括你這個執行安全的作為 要更強化 要更有這個警覺的心態嘛 所以你什麼時候接到說 要提升這個安檢的這個層級 也是馬航世界發生之後嘛 不是 我們是下午 航空警察局在1點55分 有具體作為嗎 當然有 1點55分接到通報以後 他在2點22分 通報到我們警政署 我們接到之後 我們在3點50分 傳送到國土安全辦公室 然後 因為國土安全辦公室有所指示 所以我們 依據兩岸的這個協議 就是海耀梁公室的辦公室 採取哪些具體的作為 對國境的安全的部分 國境安全是航空警察局負責 他在第一個時間 已經通報 航警局所屬各機場的安檢單位 加強安檢 有沒有實際的作為 就是加強安檢 好像還沒有感受到有實際的作為了 其實 在2月19號 美國相關的情報人員 安全人員 就警告 美國的航空公司 要加強對出入境旅客 相關的查驗 可能會預防所謂的 鞋底有爆炸物的殘留方式 進行恐怖 對航空器的恐怖攻擊 2月19號就有這個情質 因此美國境內所有的航空公司 就加強相關的 對出境 或者搭機旅客的安全的查驗 這個部分 我想請教局長 對美國國土安全部的 官員對美國航空公司的警示 有沒有相關的訊息 透過情報交流合作給台灣的官局 對 對 這個是美國的媒體報導 這個很清楚 對航空公司進行非常正式的通知跟警告 美國有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有這個情質 那你們接到美國的情質之後 有沒有相對的作為呢 報告委員 這些情質幾乎每天都有 幾乎每天都有 也不是每天都有報導 不是每天都有報導 而且他正式通知 美國所有的航空公司 所以我們也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覺 我們也說 美國 告訴我們有這樣的風險 大家要提高警覺 但是 這些疫情的情質幾乎每天都有 對啦 但是還是要做一些判斷嘛 你們就是要做第一線的把關資料的篩選 包括委員 那是美國國家 不是其他的一些 包括委員 我們不是講說 不管這幾件事情 我們最近是有加強機場的安全檢查 我們是有在做嗎 好啦 那我問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 最近有一個國際的重要期刊 National Interest 他一個非常重量級的一個學者 John Mishmer 他是一個芝加哥大學 非常重量級的一個國際關係的學者 他在台灣參加一個國際關係的一個年會 他語重心長的寫了一篇文章 Say goodbye to Taiwan 他認為說在中國的這個國力不斷的崛起 在這個過程中 大國崛起 不可能說很沉默 絕對是一個以武力作為後盾 來進行國家利益的這個奪取 或國家利益的這個提升 那這種情況之下 會面臨到台灣跟兩岸關係 跟對岸關係的這個消長 台灣過去10年來這個國防預算 一路下滑 那到今年只有2.50% 那中國呢 一路攀升 幾乎過於10年都是幾乎兩位數的快速成長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國家安全有賴於這個國防支出 那國防支出如果不足的話 對國家安全會不會造成這個永久性的破壞 造成這個國家安全非常非常嚴重的損害 你覺得現在的國防預算夠嗎?充足嗎? 不過委員 這個國防預算是跟整體的經濟實力有關 那政府事實上這幾年你也知道 政府也希望能夠達到3% 但是因為我們整體經濟狀況並不佳 所以這個問題到現在沒有完全的解決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子強調 其實政府所有的人 怎麼樣來保護台灣都有共識 我們必須跟其他鄰國做比較 你要跟日本跟南韓跟其他東南韓國家做比較 所有的軍費支出都增加了 為什麼只有台灣是反向的 不爭反檢啦 你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所有財政問題 都經濟困難 國家安全是所有全民最關心的議題嘛 沒有國家安全怎麼會有經濟發展呢? 國家安全不穩定 那經濟發展真的不可能好嘛 你的論調我完全支持 我完全支持 那你支持我北京論調你就是不支持 這個馬英九總統的國防戰略對不對 你不能用這樣子來做 馬先生也強調這個國防很重要啊 他自己都強調國防很重要啊 這個他強調國防很重要 他是說的而已啦 他沒有做啦 他做得讓人家很失望嘛 如果覺得他真的國防很重要 對國家安全很重大的影響 他就應該國防經費 要達到一定的水平嘛 你才能有一定的嚇阻作用嘛 所以這個 這位國際中央行政學 對台灣的未來是相當相當的悲觀啦 法委員這些論點在美國呢 經常會出現 從2009年以後就很多了 出現的頻率越來越多啦 過去可能只有一兩位 現在好像變成一個系統性的研究 就覺得時間不是站在 時間不是站在台灣這一邊 但是上帝是站在台灣這一邊 因為中國是一個無神論者嘛 其實2009年以後開始就很多這樣的論點 但是就美國的主流聲音來講 氣台論到底在美國還不是一個主流 這有關係到美國國力走向衰落 在亞太的戰略均衡已經慢慢被打破了嘛 所以中國可能在亞太學代 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學者當然會覺得 美國國力的這個走向衰落 當然會影響到台灣的國家安全嘛 法委員 其實整個亞洲的安全不只台灣 你就是把台灣犧牲掉了 美國就更安全嗎 不會啦 台灣是最支持美國亞太政策的一個國家 當然 美國不可能笨到把台灣犧牲掉了 你要看他有沒有能力啊 過去他有能力 現在不見得有能力啊 他有意願 他永遠有意願啊 他捍衛這個什麼自由民主人權 誰都會喊啊 還有沒有足夠的國防力量去捍衛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啊 台灣的外交關係啊 會不會在未來一兩年會出現系統性的風險啊 包括歐洲會不會有一個國家 南美洲會有三個國家 南泰會不會有國家 或者其他歐洲會不會有國家 這個面臨到中國的強勢的經貿的威脅 經貿的利用 而跟台灣斷絕的所謂的外交關係 會不會有這種系統性的風險 包括以現在目前 中共把台灣的邦交國跟兩岸關係 把它放在同一個尺度來看的時候 目前是沒有了 但是各位 有沒有出現警訊啊 現在是沒有了 但是委員也知道兩岸的風險 因為兩岸的負信基礎不足嘛 事實上很多的風險 它都是凝機性的 我也不能在這邊說 絕對全部沒有 但是依現在所掌握的所有的情報資料 跟中共現在的政治意圖 目前是沒有 扣板機在老公那邊 沒錯啊 他板機一扣 可能我們就倒一個公共交國 但是 包括委員 你心知肚明嘛 他扣板機要考慮到他的政治效應 現在中共也慢慢覺得 因為每一個國家 跟他建交最大的考量是什麼 我需要晶圓嘛 那中共有那麼多晶圓可以 每個國家都援助嗎 我可以問擔心他當作一個政治工具 如果你不聽話 我就把你這個外交國就斷一個 外交國就斷一個 你再不聽話斷兩個 再就是斷三個 不過這個是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子 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最近的狀況比較好 因為最近他把兩岸關係的這個和諧 當作一個考量的因素 其實最近烏克蘭的這個處境 我們覺得這個 回想到台灣 我們覺得很擔憂 烏克蘭經濟完全受控於這個俄羅斯 然後呢 他旁邊又是俄羅斯的大國 面臨他的武力的威脅 然後在境內又扶植親俄的這個派系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跟台灣的目前處境有點類似 我們經濟受控於中國 又在這個中國大國旁邊 隨時受到他武力的威脅 然後我們國內又有很多的 這個所謂親中人士 所以有很多人說 現在的這個俄羅斯 現在的烏克蘭 也有可能是 台灣有可能是下一個烏克蘭 你覺得呢 我沒有那麼悲觀 那你樂觀的理由是什麼 你剛才談的那些事情 我們是要引以為戒 引以為戒 不是所比較說的 要拿出具體的做法 避免台灣成為第二個烏克蘭 我們現在沒有 沒有跟烏克蘭那麼嚴重 你也說引以為戒 但是你要拿出具體的做法 還換你未來嘛 各位 包括委員 我們整個的交流 就是以台灣為主 對台灣有用嘛 所以我們基本上 不會撒到 把一籃這個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現在就是這樣子 撒到現在這種事情 好的 謝謝我們邱智 我們邱智委員 謝謝